弟兄姐妹们,我们信徒在基督的福音里是要得着今日蒙恩的答案 借着我们的过去或是昨天的时光成为恩典和见证 所以信徒在地上的日子是何等的宝贵,是永远被纪念 也是得取永远的基业和冠冕的 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我们就必得见 但是有些信徒虽然懂蒙恩的生活是要追求永远的事 但是却不能享受以马内力的事实 所以一旦问题临到他们,心灵是马上受控告 灰心绝望或是慢慢对主的话盲目 那今天我们要如何过蒙恩成功的一日呢? 在马太福音6章31到34节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方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各位,恢复神的国和义 才能享受主的福分和天天的公义 所以我们不要忧虑 今日的缺乏、软弱、难处等等 我们再来看一部所书五章16到19节 要爱惜观音,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大 那要被圣灵充满,单用诗章、诵词、灵歌 彼此对说,口唱星河的赞美主 这是主教我们如何珍惜和得着智慧来过我们的每一日 那从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的每一日里面 主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就是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神的国有君王耶稣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神的国在神儿女的心 换句话说,神的国有君王耶稣的同在 目的和旨意在儿女的心灵里 我们先关注的是 让神的国掌控我们的心灵 叫黑暗势力不能掌控我们的内心 那神的义就是祂的公义 也就是祂的心肠 是有爱、有怜悯、有恩典、有权柄的 只要我们愿意查验上帝国的旨意 明白而顺从 神的国就领到我们的心灵里 也显现在与我同在的人中间 那如果你还有为这些事情 叫你灰心、不得安息的话 神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其实你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 就是得天天安息的秘诀了 但是我们要通过祷告才能够恢复神的国和义 使我们的灵魂能看见、听见主的声音 才能在言语上恢复主的心肠 在生活的目的有优先程序 在人际关系里学习基督 这就是主要我们每一日关注的事实了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和义 我们要如何过成功蒙恩的一日呢 我们都知道黑暗的势力 是天天攻击我们信徒的内心 所以每天早上 我们必要先恢复主耶稣所赐的全病 之后才能要面对整天的生活 那怎么恢复全病呢 第一就是恢复主的慈爱 我们一天得胜生活的秘诀 就在于恢复主的爱 因为没有一样是比爱更有全病和能力的 约翰·威斯里说 上帝的爱最伟大的证据 就是接着苦难中 有恩典叫你能够承受 那今天你若软弱了 生病了 工作网路 所爱的人遇到什么问题等等 主的恩典能教你承受得住 这就是上帝爱的证据了 那第二就是主的美意 尚未开始一日的生活之前 必定先从主领受一天的使命 不是要叫每天的工作 成为每天仿佛的工作 那是当作心事 有主时时刻刻的引导和帮助 并且有主预备的养 这个使命会给我们力量的 那当我们恢复主的爱和美意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见主将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赐给我们 保罗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之后带着主耶稣的全病 成为我们生活的心态 我们才能够过整天享受顺着圣灵而行的一日 怎样才能做到呢 第一就是预备传福音的心 带着主给我们万福之源 四大福音的应许 为我们留在地上唯一的理由 第二 预备服侍人的心 按照我们的岗位和角色 来观察和帮补人的地方 为的就是造就人 第三 预备学习基督的心 将生活的目标为多认识基督 多学习基督 多活出基督的人 是在任何情况里都能够得到成功 也能享受圣灵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那最后第四 预备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的心 我们可以抽空安静祷告 而得着新的力量 我们会发现有祷告跟没有祷告的不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预备新的地方 才能享受顺着圣灵而行的一日 所以在这里我祝福大家 不要为彼天忧虑 主已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基业 和各样属灵的福气了 我们继续得着神的国和义 享受蒙恩的一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